基隆的黄色小鸭才展出三天 又频频的传出展览变调 还有清权等争议 前策展人范可卿昨天才说 小鸭是全人类的 而今天基隆市议长黄景泰 就再度应霍富曼的要求举行记者会 除了郑重向鸭迷道歉之外 也转述了 霍富曼认为范可卿的小鸭没有授权 已经寄了存证信函给范可卿 深深的鞠躬 对我们基隆市民 以及全体鸭迷 表达主办单位的歉意 对不起大家 深深的90度鞠躬 基隆小鸭发起人黄景泰 为两天来的清权风波 向所有鸭迷道歉 原创者霍富曼不满前策展人范可卿 范满没有授权的黄色小鸭商品 希望主办单位给个交代 霍富曼版的小鸭 是此次唯一官方授权商品 为了尊重艺术家 我们必须再度重申此事 以示尊重 身为议长又是发起人赶紧出面灭火 就怕影响大家到基隆赏鸭的意愿 破坏和霍富曼的情谊 他转述霍富曼要求 黄色小鸭在海洋广场一二崎岖 只能卖官方授权限量 一万三千只的霍富曼版小鸭 范可卿设计的所有相关商品 全都禁止贩卖 我们正式在今天上午 我们发出了律师的存证信台 从范可卿先生最主要的这个部分 来做一个处理 那这部分我们是要求他立即来停止 黄色小孩是属于人类共同的资产 在台湾已经有超过50家的商标 登记了黄色小孩的相关的设计商标 而霍富曼先生在台湾并没有任何的商标的登记 不止两方口水战让可爱小鸭蒙上阴影 气龙小鸭才展出第三天 身上就被附近的船只和工业区煤炭弄得黑黑脏脏 许多鸭迷建议要替小鸭洗香香 但就怕这一洗澡又有争议 黄警太说要征求霍富曼意见 水珠太强万一冲破了怎么办 水珠太弱又没有办法达到清洗的作用 而且又是一些柴油的煤渣 如果光用清洗去冲 可能又没有办法达到效果 如果用化学药去清洗 又可能产生造成海洋的污染 所以我们现在也真的陷入两难 代表快乐的黄色小鸭这次到基隆 却因为展览规划全都变了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